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来计算的 YouTube排名显示出 对场广告的兴趣越来越大 顶级广告平均依46秒 观众通常在前5秒后继续观看 可以选择关闭广告 YouTube表示 这表明品牌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讲述故事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YouTube负责人Royas iTunes表示 列表上的广告是一个关键元素 或以下三个元素组合成功的组合 有些是引起观众情绪上的共鸣 如LG和Nike 有些是幽默 如亚马逊 法国电信公司Orange 苹果 土耳其航空公司 和德国工业企业Bush 或是运用名人效应 如Shopi Nike 三星 可口可乐 和亚马逊 以下是YouTube排名前10的广告 希望你可以从这些创意广告中看出商机 1.可口可乐 巴西公司打气 第一位是可口可乐巴西公司的广告 该广告主打可乐 标志性气泡带来的活力效应 该广告鼓励可口可乐的年轻一代打气 充分享受生活 从而吸引消费者 2.亚马逊 当已应助手 无孔不入 今年的亚马逊超级玩广告 也受到了YouTube观众的欢迎 广告请来了参演过 《星球大战》《赶死队》等大片的美国演员 Harrison Ford 哈里森福特 奥斯卡得主Forest Whitaker 弗里斯特惠特克等诸多大牌 广告意向是一个几乎完全由Alexa和Echo 以夸张和幽默的方式覆盖的世界 广告提醒你 并非所有的场景都是和Alexa 因为有些奇迹出现在语音助手和智能扬声器中 反过来 他强调了 他对无处不在 的强大应用 3. Orange 去Orange化 广告由埃及喜剧演员 Ali Mabby主演 这部广告基调 一直围绕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网络套餐 我该怎么办 展开 依据这则广告来看 答案显而易见 Orange是多么的重要 4. LG 完整的梦想 LG的广告 由著名越南高人气足球运动员 Nguyen QuangHI领先主演 表现了9000万人 如何共享一个梦想 5.苹果 iPhone XS 让你所爱的一切都变大 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的广告创意 皆突出了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大的特点 无论你用手机拍摄记录 宝宝走出的第一步 还是在Fusita上 与朋友聊天 你爱的一切都变大了 6. Shopee Blackpink代言的12.12生日大促 Shopee这只以韩国女子组合 Blackpink代言 播放量3200万的广告 充分证明了Club 韩国流行音乐 在全球的影响力 7.土耳其航空公司 各高大电影版 飞行安全视频 这部来自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行安全视频 重新集结了2014年热门影片 乐高大电影中的原班人马 广告用超萌的乐高角色带观众体验了包括既安全带 并戴氧气面罩的一系列安全成绩要点 8.耐克 梦想就要够疯狂了 耐克邀请NFL有争议的球员 科林卡佩尼克 Kolin Kaepernick代言这则广告 此举也批评了耐克 今年早些时候的举动 因为Kolin Kaepernick 曾在2016年的 美国职业橄榄球 大联盟NFL比赛前奏国歌时 单膝跪地抗议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 一贵成名 在广告里 Kolin Kaepernick对其他运动员说 不要问你的梦想是否疯狂 而要问你的梦想是否足够疯狂 该广告得到了超过2900万次播放量 可见耐克和Kolin Kaepernick的冒险拍摄 似乎也是值得的 9.Bush 像Bush一样 在这个颇具喜剧色彩的广告中 Bush突出了自身产品囊括的范围 表现了它如何能使每个人活成Bush的样子 利用时下全球对Fortnite游戏堡垒之夜的狂热 三星让广大Fortnite迷们 看到了新款Galaxy Note 9的功能 有多强大 能给它们带来顶级的游戏体验 自身产品的游戏体验 感觉就用了自身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